我是全娱乐圈最疯癖的女艺人 因为绑定了超级巨星系统 我不搞事业 系统就要我暴体而亡 正文开始了 喵喵每人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喵喵不迷路 别人是来娱乐圈当女明星的 我是来娱乐圈当特种兵的 两个月营业了886张照片 三支练习是舞蹈视频 两支录歌坊视频 八条日常Vlog 曾知是来娱乐圈当特种兵的吧 不止我曾姐 还有三部带播剧 二部带播综艺 出道至今没有任何一条绯闻 听说她明天又要进组了 我严重怀疑她有系统 当经纪人白姐读出这两条热评时 我正在挑下一步剧的本子 小三 你从前年出道开始 就已经全年无休了 今年要不休几个月 白姐劝我 我也想休息 但我一休息 我的系统就不干了 她要弄死我 没错 我真的有系统 从成团业那天起 我就被自动绑定了超级巨星系统 超级巨星系统的主线任务是 三年内拿到华表奖影后 任务成功 奖励现金88888亿元 任务失败 暴体而亡 请宿主注意 在主线任务进行的同时 会随机触发支线任务 你说 我敢休息吗 不了 我果断回绝 白姐 于导的新电影不是递了本子吗 怎么没看见 白姐抿了下唇 于导那边的女主已经定下了 是楼软 楼软 我已经解散了限定团的队友 当年成团业 我和楼软仅仅一票之差 楼软是资本的产物 她身后金主众多 等是保她第一 但我半路杀了出来 我的路人票太多了 多到连主办方都押不下去 所以我以第一名成团出道 她位居第二 这两年 她一直在暗地里与我争 虽然抢了我不少女主戏 奈何金主给她的人设是 类于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所以她戏录受限 我还是能在她的指缝中 唠一些好剧 但这部羽岛的影 我是绝对不会让给她的 因为两个月前 我完成了第三个直线任务 系统告诉了我一个重要信息 月儿新导演的电影影 将入为第78届华表奖 其中女主角的饰演者 将荣获优秀女演员 也就是 影后第78届华表奖颁奖里 在今年12月 刚好是我主线任务实现的第三年 影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我就算是死也得拿下 白姐 余岛最近在国内吗 我想跟她约个饭 白姐磨了一下 余岛今晚9点跟娄阮有个饭局 我皱眉 白姐 如果我不问 你是不打算告诉我了吗 小参 你这两年发展的太迅速了 公司前两天找我谈话了 让你休息一年 脚步缓一缓 懂了 娄阮那边施压了 赶不上我的脚步 就只能用这种恶劣的手段 使我不得不停下来 白姐 余岛今晚的酒局地址 你应该能搞到吧 白姐沉默了半赏 拿起手机 给我转发了一个定位 9点15分 我踏着戏高跟 推开1号包厢的门 娄阮看见我的时候 明显惊讶了一下 余岛 你这是什么意思 请我吃饭还叫 娄阮的话还没说完 我就一杯水 直接泼到了她的脸上 妈的 死小三 我让你抢男人 娄阮傻了 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接着 一个又一个的巴掌 落在她的脸上 打得她脸颊通红 我看见你和陈夺 从酒店出来了 你是非得要我捉奸在床 才承认自己是小三吗 曾知 你疯了 什么小三 你有毛病吧 反应过来的娄阮 捂着自己的脸 眼眶泛红 委屈极了 我平复了一下情绪 在娄阮的旁边坐下 握住她的手 真诚道歉 道歉 娄老师 在你好不知情的情况下 让你帮我搭了一场戏 不过 你的戏好像有点烂 娄阮生气了 将我的手甩开后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谁知道你是在演戏 我看向一旁镇定自若的余儿欣 语气里戴利斯亚裔 余导 这就是你选下的女一号吗 连剧本里的高光片段 都不记得的女一号 余儿欣深吸了一口气 抬眼看向我 曾知 不可否认你的演技很好 也跟影中的女一号很贴近 但娄软是投资方指定的女一号 我没得选 还有影的剧本是谁拿给你看的 我给的 我还没回答 就被人抢答了 包厢门再次被推开 挺阔的身影和清冷低沉的声音同时出现 娱导有考虑换了投资方吗 两人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悦儿欣立马站起了身来 声音里还带着一丝惶恐 裴 裴总 你怎么来了 裴衡顺势在我的旁边坐下 神色淡淡 岑小姐让我来 我便来了 裴衡 金圈里最有权有势的企业家 当年白手起家 直接秒杀了京城鼎盛时期的所有企业 从万千企业中杀出重围 活到今日 他在任何圈子里都能呼风唤雨 成团业后的第六个月 我触发了第一条直线任务 任务是 三个月内粉丝活跃度达到80% 金圈大佬裴衡将实现自我攻略 实现自我攻略 也就是爱上我 我连夜查了一下关于裴衡的资料 在知道他之手可遮半个娱乐圈时 都在微博活跃 在我兢兢业业的努力下 终于第三个月的时候 任务完成了 当晚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是岑芝小姐吗 裴先生想约你吃个饭 不好意思 我最近档期排满了 你跟我的经纪人联系吧 是的 我拒绝了 虽然攀附上裴衡 我的资源一辈子都不用愁了 但业界传闻 裴衡曾有个女朋友 被当作金丝雀一般对待 与裴衡在一起后 被限制不能接亲密系 不能与任何异性接触 这我可做不到 那是我获得的 第一个最佳歌手奖 也是作为主办方的裴衡 第一次来到现场 为歌手颁奖 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裴衡就是冲着我来的 星光闪耀的舞台上 他亲手将那座 闪着金光的奖杯 递到我的手上 我微微弯腰 靠近他的耳边 裴先生 不好意思 上次我真的腾不出时间 你也知道 别人是来娱乐圈当女明星的 而我是来当特种兵的 下次我请你吃饭好吗 裴衡抬眼和我对视一秒 随叫随到 再次跟裴衡有联系 也就是来包厢的一小时前 我在保姆车上 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是裴先生吗 岑小姐 是我 今晚有空吗 一起吃个饭 可以 那 我有些紧张 您介意我利用你一下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随后低沉的男生响起 说来听听 我将我的计划 全盘告诉了裴衡 挂断电话的两分钟后 他发来了一个文件 和两条语音 ing Dogs 我不在京城 会晚你几分钟到 有事打电话 裴衡不在室内 在外地 他现在为了我赶回 我承认 这一刻 我紧张了 雨倒 桂圈现在用人都不看演技了吗 裴衡眸光无温 嗓音慵懒 又带着一丝讽意 裴总 这人也不是我能定的 我要是没用他们指定的演员 投资方撤资了 我这电影也没法拍了 月儿新手忙脚乱的 跟裴衡解释 坐在我旁边的楼软 也有些坐不住了 面露难色 毕竟整个京城 没有人不畏惧裴衡 还真是主打一个效率高 废话少 好好 本来我就是要给层支地本子的 他不当女一号 我这部电影真成废片了 月儿新赶紧连连附和裴衡的话 拍我的马屁 裴衡没理他 自顾自地看了眼手腕间的表 接着他侧身 贴近我的耳边 低声道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微热的气息标过耳机 我的耳朵有些发烫 本以为裴衡帮了我这么大个忙 肯定会有所求 我连今晚晚去他的借口都想好了 他却一声不吭地直接走了 看来在这纸醉金迷的上层社会 还是有人活得清醒 陪衡走后 我又握住楼软的手 心心作态 不好意思小楼 语导说你得不配位 这个女一号 我就先收下了 还有 忘记告诉你了 剧本里就只有一个巴掌 剩下那些 是替你上部戏的对手演员还给你的 楼软上部戏 也有三巴掌的戏份 本可以一两次就过掉 他硬生生NG了十几次 害得对手演员 脸部被打得软组织损伤了 最重要的是 这个对手演员还不是别人 是出道那年以第九名出道的 我们的前队友 类于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可真纯白呢 楼软气极了 可他又不敢伸手打我 因为他那柔柔弱弱的身子 根本打不过我 他只能愤愤地用言语来羞辱我 曾知 说得像你比我高贵多少一样 我有金主 你不也有吗 他刚刚是不是在你耳边说 先去酒店等你了 让你快点过去 裴衡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你今晚还不得被玩死啊 我冷笑一声 楼软 我有时收工从那下面路过 我会想 同为女性 如果我有足够的能力 一定不会让你沦为资本的玩物 楼软好像没太听懂我的话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话风一转 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不过一想 当年好像并没有人强迫你 是你自己主动爬上了各位老板的床 看来是你活该 楼软气疯了 他胡乱地抓起桌子上的东西 就朝我扔了过来 我迅速向后撤了一步 躲过了他的攻击 楼软 你还是跟当年在大厂里一样 说不过 别人就发疯 给他点教训就得了 我不打算恋战 于是将视线一向于耳心 于岛 明天的开机仪式 我会准时到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离开的时候 我听见于耳心叹了一口气 小楼啊 你说你惹他干什么 那天过后 裴衡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我也时间紧 任务重 顶着多仪式不如少仪式的原则 没有主动去联系裴衡 影的拍摄周期为四个月 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拍摄进度十分顺利 我想 应该是受了陪衡的庇护 最后一个月拍摄的全是外景戏 今天是一场在海边坠崖的戏份 我需要站在八层楼高的悬崖上 往海里跳 虽然有威亚的保护 但在这种雷雨天 我还是有些紧张的 一场一镜一次 场地板和尚的那一瞬间 拍摄正式开始了 我身着白色的婚纱裙 双眼含泪的看向镜头 然后朝着悬崖边奋力奔跑 雨水与我脸上的泪水混合 在我跨越山崖 在空中腾越的那一瞬间 整部电影升华到了最高点 但这场完美的一镜到底结束 迎接我的 不是导演的夸赞与现场的狂欢 而是冰冷刺骨的海水 我不知道威亚出了什么问题 她在我失众的那一瞬间 断了 我还来不及呼救 就被海水给拍晕了 再快要顿入虚无之际 我听见有人在唤我 曾知 曾知 她的声音陌生又熟悉 我想睁开眼 却觉得眼皮好沉 好重 最终我没能睁开眼睛 只听见了 她在我耳边轻轻说了句 曾知 一定要注意安全 再次醒来 是在精神病院 我的双手双脚 都被绑在了病床上 有人吗 为什么绑我 白镜 白镜 我喊了好久 终于进来了一个 穿着白大褂的护士 喊什么 病治好了 就能出去了 如果不配合 我们就要给你上镇静剂了 我没病 谁给我诊断的 我只是在拍摄现场 出了点意外 我脑子没问题 你让我打个电话 我让人来接我 白大褂的医生 冷笑了一声 你看 都说胡话了 还说自己没病 接着 她将手中的资料 往旁边的桌子上一拍 谁让你得罪了惹不起的人 上头说了 你签下这份协议 马上就能出院 否则就在精神病院待一辈子吧 什么协议 我停止了挣扎 让自己冷静下来 白大褂医生 将我手脚松了绑 我拿起那份协议 看见甲方的时候 直接气笑了 给我下套的是 楼软身后的金主 天马集团的董事长 贺天马 这份协议里提了三个要求 一 我与原公司合同到期解约后 签到天马娱乐的旗下 二 我与楼软发生资源争夺时 我无条件优先给楼软 三 每周去一次天马大厦顶楼的套房 我捏着协议的手寸寸收紧 这哪里是协议 这明明就是侮辱 我将协议撕了个细碎 扔到了白大褂医生的脸上 告诉贺董事长 我死都不会屈服 白大褂医生吃笑了一声 敬酒不吃吃罚酒 更何况 我有那么多战节 形成备受关注 贺天马这到底是买通了多少人 外面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再退一万步来说 这部电影的投资方是裴衡 贺天马是怎么敢对我动手的 难道 裴衡出事了 那时我坠崖后 在我耳边说话的人又是谁 越想越乱 我暴躁的揉了揉头发 系统 系统 我在心里患着 我想问问这超级巨星系统 我这是还在主线任务上行驶吗 我感觉在这样下去 我超级巨星是成不了了 得成超级精神病了 我连续喊了几十声系统 都没听见他回应一声 是不是从坠牙之后 他就自动从我的身体里剥离了 我不知道 头痛的快要炸了 又过了一周 我终于找到了出去的方法 病房厕所内的窗户有些松动了 我用椅子把卡扣砸了开来 深夜两点 我摸黑从窗户爬了出去 整栋楼静得吓人 环顾了四周我才发现 这一层只住了我一个人 夜晚有些冷 阴森森的风直往我的病号府里灌 我缩着肩膀 肚子吻而轻地朝着一楼奔去 我想着 等逃出这个鬼地方 我马上就用路人的手机发微博 只要引起舆论 贺天马就不敢再如此造次 可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是骨感的 走到一楼时 我看着那上了三把锁的大门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从心底涌上 我在一楼绕了一圈又一圈 当确定这一个出口时 我有些绝望了 我一步步原路返回 可每一层楼都被网格状的 铁丝房盗网给封住了 就这样 我一路爬到了顶楼 顶楼有一扇门没锁 我推开门 在微弱的灯光下走到围墙边 我爬上围墙 坐在上面 顶楼的视线很好 向上能看见远处的万家灯火 和满天繁星 向下也能看见 我那深不见底的未来 努力了这么久 看来以我个人的力量 还是无法与资本抗衡 现在摆在我面前 就只有两条路 要么沦为贺天马的玩物 和赚钱工具 要么从这八楼跳下去 一死摆了 反正我是不会在这个 精神病院里待一辈子的 其实我心里早就已经有答案了 我能走的就只有一条路 快点跳吧 不然等会儿被发现了 想死都死不成了 我双手撑在围墙上 站起身来 危险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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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到宿主有自杀倾向 系统即将从宿主体内玻璃 听到体内的声音后 我自嘲的笑了笑 原来你还在呀 连你都没办法化解 现在这个局面 那看来我的任务 真的走到尽头了 系统 下一次找一个能力 曾知就在我准备 从顶楼跳下之际 一声嘶吼声 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这声音 跟我坠牙那次听见的声音 一模一样 我朝着声音的方向回头 只见一架直升机 盘旋在顶楼的上空 它缓缓下降 稳稳地停在了楼顶 我看清了 从直升机上飞奔下来的人 裴横 我还在发愣中 就已经被他从围墙上抱了下来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他低声跟我道歉 我抬眼 瞥见他眼底的无力感 只是安慰他 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裴横把我抱上了直升机 直升机起飞 带我远离了这个折磨人的地方 直升机窗外的雨速速落下 机舱内安静得要命 发生什么事了 说说吧 我先开口 裴横嘴角渗出一丝讽笑 被人算计了 从裴横口中得知 三个月前 他被最好的一个兄弟 被刺了 公司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 我给他打电话的那晚 他就在隔壁市 处理公司的财务问题 这三个月来 他国内国外不停地飞 酒局上一杯 接着一杯地喝 尽管这样困难 他还是帮我拿下了影这部剧 听到这里 我有些动容 发誓 只修无情道的我 居然动了侧影之心 我想 如果当时我没有完成 裴横这条直线任务 他是不是就不会遭遇这些 裴横说 贺天马要收购他名下的所有产业 他不同意 贺天马就把爪子伸向了我 我的威亚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贺天马 让人动了手脚 收到贺天马发来的坠牙视频时 裴横正在去往机场的路上 他说幸好 幸好他来得及时 给我做了心肺复苏后 我就恢复意识了 我轻轻摸了摸嘴唇 心肺复苏嘛 我完全没了印象 裴横说 当时发现我恢复意识后 看见我的经纪人 白晋在附近 他就离开了 原本以为贺天马的报复 到此就结束了 谁知道他想要的 不仅仅是给裴横一个警告 他还想要我这条命 看来 连白晋都已经被他给收买了 我把这两周在精神病院发生的事 也告诉了裴横 当听到协议的时候 我能看到裴横那眼底 快要溢出来的怒火 你最迟还能撑多久 我数着日子开口问 现在资金链已经全面断裂 我最多最多 支撑到年底 够了 说完我沉默了半赏 你一定要等我 我会有办法的 裴横低着头 小声道 曾知 凭你这份职业 是挣不到我所需要的资金的 你信我 我目光坚定的看向他 裴横没说话 我们再次各怀心事的 陷入了沉默 良久我看见直升机 已经快要进入京城的上空 我们去哪 我问 我家 裴横回 不去了 去白斧林树 裴横与我对视一眼 那是白静家 我抢答 裴横不禁醋眉 白静已经被赫天马收买了 你找他 我手上有他的把柄 我又沉思了两秒 我需要一部手机 裴横眨了眨眼 没多问 将自己的手机递了过来 你妈 我轻声问 0207 我眼睫轻畅了一下 2月7日 我的生日 我打开手机后 将他的ID退出 登陆了自己的ID 我应该庆幸 当时将所有的证据 进行了备份 可以打开相册吗 我事先询问了一下 怕侵犯到裴横的隐私 裴横眼神落在我的脸上 隔了好一会儿 才到 可以 得到允许后的我 点开相册 一张张我的照片 映入眼帘 要不是这全是 第三方视角拍摄的照片 我还以为 是我手机的自拍 全都同步了过来 我没忍住内心的好奇 点开了几张照片 这张是我两年前的成团业 这张是我拍摄的 第一部网剧现场 可这个时候 我还没有触发 第一条直线任务 我猛然抬头 看向裴横 他视线早已从我的身上 一开 望向了窗外 难道他爱上我 不是因为完成任务后的奖励 裴横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我开口问 声音里带着一丝 不易察觉的轻颤 很早 很早以前 凌晨四点 我敲响了经纪人白镜的家门 谁啊 被吵到直接发飙的白镜 暴躁地把门打开 白姐 是我 我对着他微笑 白镜的脸一下就白了 小 小岑 你 你不是 我扯了扯自己身上的病号服 我不是应该在精神病院对吗 对 白镜立马神色慌乱地改口 不 不对 小岑 这么晚了 你有什么事吗 他一边拿出手机慌乱地拨弄 一边开口敷衍我 我有什么事 你不知道吗 我伸手将他的手机夺过 别给赫天马通风报信了 要是不想你老公知道 你出轨的事情 就好好听我的话 白镜愣住了 第二条支线任务的奖励 就是白镜的出轨照 当时系统告诉我 任务的奖励 是白镜的一个把柄时 我是吃之以迪的 因为不管是在我的眼里 还是与白镜接触过的所有人的眼里 白镜都是一个完美的存在 他的为人无可挑剔 带过的每一个艺人都对他有口皆碑 看到那张张他与某导演的三人行驶 我震惊到不能再震惊 白镜结婚十年了 老公是京城有点名头的商业巨额 对于这种豪门 可以容忍自己的儿子出丑事 但对于儿媳妇 绝对是零容忍 白镜的事情一旦被曝光 他脸面扫地 不仅会被婆家赶出家门 在行业里这么多年积攒的口碑 也全都没了 所以我有绝对的把握 我手上的这张牌 比赫天马出的牌 更加具有威慑力 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 白镜看完所有的证据后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很简单 从今天太阳升起时 你在微博全程24小时 直播我的动向 直至今年过完 白镜顿了一下 全程24小时 没错 拿回自己的手机后 我将陪恒的手机闪送回了他家 消失的这两周里 公司为了安慰粉丝 出了一条 我精神状态不好需要休息的声明 有许多粉丝信了 纷纷在我的微博下留言 让我好好休息 也有些粉丝表示 影都已经进入最后的拍摄阶段了 以我的敬业程度 只要还有一口气 爬也要爬去现场进行拍摄 更别说只是精神状态不好了 他们觉得公司在搞鬼 想毁了我的这部电影 涌入了近百万的人 哈喽呀 大家好 我是岑芝 好久不见 大家有没有想我 前段时间因为精神压力过大 休整了一段时间 现在好多了 大家也都知道 我是娱乐圈特种兵 经常连轴转 所以一个人奋斗久了 难免会有些压抑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将在我的微博 进行24小时直播 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 可以来陪我玩呀 我这话也说 热度直接冲到了 微博排行榜第一 弹幕也以肉眼 无法捕捉的速度在翻滚 一只兔子 我岑姐疯了 曾解内于唯一特种兵 实至名归 曾解超是我 妈爷 姐姐天天直播给我看 是不是暗恋我 创似所有人 上面那个闲眼包 下去吧你 从那天开始 我除了不能播的画面没播以外 其他时间全在直播 我日日生活在大众的视野之下 我没有把贺天马的那档子是说出来 他也就当这是没发生过 再没有来找过我的麻烦 不过我猜测 他的终极目标本就不是我 是培衡的产业 为了不再变成培衡的软肋 我跟他再没有联系过 影的拍摄在今年八月份完美受关 我推掉了往后的所有工作 去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特种兵式的旅游 网友调侃我 娱乐圈特种兵当腻了 去旅游界当特种兵了 我去了大梁山 发现那里资源稀缺 啥啥都缺 我去了康宝 发现那里土地干旱 连喝一口水都是奢侈 我去了马多 那里气候恶劣 人们常年饥寒交迫 两个月后 电影影如愿上映 首映的第一天 票房五 两亿元 直接刷新了当年的最高票房计 影上映七天 无疑差评 我的番位直接翻了一番 各种商务接连不断地找上门来 各种本子地道工作室都装不下 白静问我 全国都快完遍了 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工作 我让他把手机拿高点 让粉丝宝宝们看看北极的极光 再次回到娱乐圈 是第78届华表奖颁奖里的现场 颁奖台上 主持人慷慨激昂 第78届华表奖 最佳女演员奖得奖的是 曾知 让我们来恭喜曾知 上台领奖 我身着一袭白色晚礼服 在万众瞩目下 上台领奖 整个娱乐圈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来参加了这次颁奖里 除了裴衡 来之前我看了一下 第77届颁奖里现场的视频 那时 裴衡坐在台下第一排最中心的位置 而今日 那个位置上坐的是贺天马 我抬眼 与贺天马的视线交汇 他嘴角带着恶劣的笑语 双手挑衅似的在为我鼓掌 当奖杯握在手心时 我的主线任务完成了 金黄色的光芒围绕在我的四周 恭喜宿主 完成了超级巨星的主线任务 任务奖励 88888亿元 已经发放到宿主个人账户 听到体内的声音后 我深深的输了一口气 下了领奖台 我就从颁奖现场离开了 我连衣服都没换 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 这是我半年来打给裴衡的第一个电话 喂 裴衡 你在哪 我在A国 我预计三个小时后到 你派人来机场接我 我坐上了去A国最快的一趟飞机 落地时国内的微博又炸了 曾志获奖后 从现场消失了 曾志衣服都没换 就去了机场 曾志跑路了 我只希望 赫天马的动作不要那么快 能让我安全见到裴衡 我以为裴衡会派人来接我 没想到他亲自来了 尽管他口罩帽子墨镜 全副武装整 我还是在人群中第一眼认出了他 他现在身负拒债 我不敢声张 只默默地走到他的身边 道了一句 好久不见 15 裴衡把我带回了郊区的一个出租屋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落魄 裴衡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追债的人太多了 只能在这里招待你了 关紧门后 我将一张银行卡递给了他 这里面的钱 应该够你应对这次债务危机 裴衡眼神微动 他没拒绝 小心翼翼地接过我手中的卡 谢谢你 曾志 谢什么 你救了我三次 我回报你一次 应该的 我在A国的出租屋里 待了整整三个月 直至裴衡带着裴氏集团 杀回了国 杀了贺天马个片甲不留 我才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我回国的第一件事 就是宣布了退圈 我用三年 在娱乐圈 谱写了一个传奇 现在明明是最鼎盛的时期 大家都觉得我应该快马加鞭 争取让自己的身价再翻一翻 但我 想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半年后 裴氏集团统治了整个娱乐圈 我也与裴衡举办了婚礼 粉丝说我忘本 是个十足的恋爱脑 放弃自己的事业 去当个金丝雀 后悔这辈子 粉过我这么个不争气的家伙 无人知道 在结婚的当晚 裴衡就将裴氏集团的 所有娱乐产业 转到了我的名下 裴之娱乐大厦的顶层 我看着面前哭唧唧的搂软 有些头疼 你哭什么 搂软气不成声 曾知 你不想让我活了就直说 你现在不让进行全色交易 我已经两年没接到戏了 曾知 你到底讨厌我哪里 我改还不行吗 我笑了 开什么玩笑 我都要竣工了 刚好需要一个女主角 去拍宣传片 楼软提着一口气 刚想骂我 又抿了抿唇止住了 片酬多少 他问 我耸奸 就正常价格 他撇撇嘴 勉勉强抢答应 行吧 条件比较艰苦 就辛苦你了 小楼 我笑得灿烂 任职五年后 我被十几个知名导演 还有赞助商围攻了 他们把我架在会议室里 投票表决 要废除我定下的规矩 同意废除所有剧本选角 需公开投票选举 这条规定的 请举手 全场除了我以外 全都高举了双手 我点了点头 对他们的投票表示赞同 你们说得很好 但我有一票否决权 这场会议 他们每全票表决一个 我就一票否决一个 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 依旧停留在原地 没有任何进展 我这个年轻人都累了 这群老家伙还在叽叽歪歪 没办法了 我给裴衡打个电话 喂 老公 我今晚可能没办法跟你吃晚饭了 一瞬间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他们拖着我开会呢 一直不结束 你问是谁啊 我抬眼 那群老家伙 瞬间手慌脚乱的跟我比划着 就那个王导啊 陈导啊 还有那个天灵影业的李总啊 还有 我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那个 那个岑总 我们 我们结束了 我们突然想起来 还有是 我们下次再来开会 送走一堆老家伙后 我揉了揉太阳穴 我好像已经连轴转了五年了 或许是时候 再来一次旅游了 裴衡 想一起去看看 我这些年建的希望学校吗 好 随时可以走 我和裴衡带着一货车的物资 来到了岑芝希望小学的门口 小朋友们 岑芝姐姐来看你们啊 在老师的一声呼喊下 一群又一群的小朋友 从教室里跑了出来 他们笑容甜甜的叫我 岑芝姐姐 他们跳起来给我拥抱 他们的眼神在这一刻 充满了希望 此时一个好久不见的声 因骤轮从我的体内响起 恭喜岑芝 达成超级巨星系统的全部成就 系统即将从宿主体内剥离 祝贺宿主从今往后 生活愉快 万事顺心 在系统剥离走的那一瞬间 我好像听见他跟我说话了 不是官方机械的声音 而是带着一丝骄傲和欣慰 他说 曾知 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选择你 作为宿主吗 因为成团前夜 我听见了你的心声 你说 以后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曾知 你做到了 我仅仅抱着怀里的留守儿童们 泪水再也止不住的往下躺 这一刻 我才明白 超级巨星系统真正的含义 为人民谋服者 方为巨星 全文完